一台笔电买一只新手机似乎不难 但是台北人想要在台北市买一栋房子 却是登上了世界第一难 银剑署最新的公告 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来到了15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得要15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 台北市房价所得比全球第一 房价有多惊人呢 以我背后这一个东区小套房为例 每瓶房价就高达153万 连小宅都好高贵 根据最新实价揭露8.3平的顶楼 成交价1280万元 换算成每瓶单价153.8万 登上北市套房建案的单价前三高 房价涨了一两倍 那所得基本上都没有动 所以说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状况来讲 虽然人家房价涨所得也跟着涨 所以说当然那个差距就慢慢的 从比人家低慢慢压力 就慢慢比人家高了 根据美国顾问业者寄出的全球调查报告 台北市房价所得比15.01倍 也就是要15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房 甚至比香港还严重 在房市再说 就是房贷压力大 是有考虑可能20 20 30岁之前吧 买房世界第一难 年轻人感受最深 但专家也打针直血 观察下半年起将会有指高翻转点 今年大概就是一个房价正式反转的一个年度 那明年开始那个下去的速度应该会加速 买房痛苦指数成为台湾人的梦魇 想晋升有可足 除了等待房市反转点外 还是多存点钱 最实在 东森财经新闻 台北报道